你有聽過馬叫? 那你有聽過你老婆發出馬的聲音? 他媽呀 媽自己看新聞 我想知道 妳信不信 оф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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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怎麼啦 沒有啦 古車了 哦這喔 這是浮世的嘛 PASA 奧迪 欸 伸到無碼進去 這就是浮世的啊 這個彈跳式的 有沒有 還有後車廂 那是福手的啦 可是這是外面改的啦 怎麼啦 古車 好啦好啦 什麼啦 應該不會是紅色那台 對喔 就是它 俗話說的好 紅水 怎麼啦 紅水 我以為這已經老梗了 沒想到你竟然不知道 不知道 紅水黑大半 青的古人園 你不知道 我現在知道 韓國車 你不知道我們不賣韓國車的嗎 我知道 在小屍汽車的店裡面 兩種車不會出現 什麼車 韓國車 還有一個什麼 納智姐 好不好 不是說Ice你會賣嗎 有啦 其實韓國車 我們只有賣Ice 可是我認定它是南洋的 它的其他的那個 車型也是南洋做的 對不對 沒有 其實是因為 這個沒告訴我就對了 我為什麼只賣這款車 因為這款車是 目前少數 不要說目前啊 這個車從2009年開始賣 2009年這個年代 少數稅負是在1.2以內 這個是一千零多少CC的 那個年度的燃料稅 牌照稅只要8640 那我覺得這個稅負是 我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車我就一直賣 而且賣起來覺得 修理起來還不算貴 毛病還不算多 有些媽媽要買菜 要載小朋友 對不對 起庫塞塞 不需要太多的配備 沒那麼多錢 買這種就對了 這車子很便宜的啊 你說這幾年 2011年的啊 我跟你講 這問我就多了 哈哈哈哈 你誰都問你了 為什麼 這車2012之後啊 它曾經改過引擎 改成一千兩百多CC的 那那個稅金就變多少 跟1600一樣 11920 所以齁 i10不能買12以後 因為它改過引擎 那個稅金變貴 不好 所以我喜歡的就是這種 11年舊引擎 而且我告訴你 我是還沒有看到行照資料 這個紅色的 i10一定是女孩子開的 八九不離十 你一個大男人 你會媽開一台這麼小的i10 還開紅色的嗎 你會嗎 你告訴我泰山你會嗎 幹你真是開紅色的喔 哈哈哈哈哈哈 不一樣 我說是車款 對啊 你那個05FOCUS精神指標是 鴨唄 有人問那個菜頭說 哇你是做那個 陰莖爭大樹 老婆有怎樣嗎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先不要講說 老婆有沒有怎樣 你有聽過馬叫嗎 那你有聽過你老婆 發出馬的聲音嗎 這句話就代表了一切 吐車 阿吐車 因為他煞車也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要撞就是 前後的都撞到了 前後撞 你看這邊有寫1086cc 這個就舊引擎的 我跟你講紅色的車最好估了 因為紅色的車那個螺絲轉過吊漆 白的跑出來很明顯 這沒啊 這也沒啊 這瓢啊 車身的瓢啊還在啊 這邊也都還在啊 這都沒拆啊 大家看我們估車沒有收穫就沒意義了 這車比較多的毛病就是它煞車不好 很多人會去加那個真空背地器 或是換好一點的來影片 跌排增加一下它自動力 這車其實沒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是它大燈其實蠻容易發黃 它這個11年的已經有一點黃 一點點黃 新的更漂亮 不過那沒關係啊 反正這個載小朋友有代替車而已 買這個車就是注意 還有水管 還有一個水路也要注意 不要啪咣水箱要注意 然後再來我剛剛講煞車不好對不對 還有大燈容易泛黃對不對 好啦我再看一下 你看這個沒有鞍有沒有 沒有鞍 少年的鞍 拉 安 拉 安 拉 安 拉 不要再暴露水的年紀 又暴露年紀而已喔 對 堅加尼鞍 我菜真的難唱 堅 堅加尼鞍 堅加尼 誒是菜真的難嗎 算了 跑十四萬公里 你看它這個沒有安全氣囊就沒有ABS 誒這款應該幾乎 這款當初舊款都是沒有ABS 但是有雙氣囊 等級比較高的是有氣囊 我猜測啦 我猜測這台車第一個它不是一手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加影音 你如果一手車那時候新車有這個東西嗎 而且我覺得人有一個習慣性就是 你買二手車你買的時候沒有影音 那你後面再去加影音機率很低 除非你這個車是 你有熱情對車會有興趣 所以你才會再花錢去在中間去加 但是通常你這台車如果當時買新車的話 一直開到現在中間有影音不太會去加了 因為你每天都想著有一天要把它換掉 你不會再花錢在他身上 那第二個我判斷是 你看它的鋁圈是改裝的 這個當初為什麼會去換這個鋁圈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它有可能原廠是這個低配鐵圈的 然後它接二手車去把它換成鋁圈 或者是其中一任買新車的車主覺得 因為當初鋁圈等級比較高嘛 比較貴 它可能買便宜的陽春鐵圈的 後來去把它換成鋁圈的 也有可能是中間被人家那個洗腦 去保修的時候 人家說啊你冷鏡變成 這鐵鏡很會變成 然後它就換成鋁圈 也有可能嘛 然後再來一個是 通常像這種韓國車最討厭的地方 以前Key啊上面Eurostar那一種 還有Solio那種Keycar那一種 它們很討厭一個是 它們輪胎都是特殊規格 所以你在換的時候會很貴 你懂嗎 那就會有一些會想跟你講說 你把它換成比較大眾普遍的一種規格 譬如說你如果都把規格換成跟Toyota的一樣 那你日後你在換胎皮的時候就會比較便宜 特殊規格有時候貴 會貴到超過三分之一以上 每一次換輪胎都很痛 人家兩千多塊就可以換一條 你要拚到三四千 散角是長姿勢 好不好 讓你常常換姿勢 有倒車影像耶 你看看 好加的耶 欸 引擎不抖耶 這引擎攪換過 貪丟 貪丟 加錢 不過跑14萬也不少了耶 你2011年9年跑14萬一年跑 919 943 95 45 15000 其實合理齁 好了好了 不要鳥人家 哈哈哈 好我剛剛看這兩個門OK的 哦對還有一個 它這個車容不已有沒有 你要注意這個 你看我剛剛猜測是女生 還不知道 等一下行照拿來看 而且是一個不胖的女生 沒有貓 要不然一般這個很容易冷氣 好像你的內褲有沒有 哦對 哈 你的內褲都穿到變白色變黃色 然後都冷氣 我都穿內褲 來褲的內褲冷氣是不是 哈哈哈 哈 這個人可能是這個小資族的 都會用車而已 一看就知道沒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後座椅不是這樣 還蠻挺的 那個皮 皮皮用骨的咬咬嘛 嗯 你怎麼回答那麼快 你的咬咬是不是 哈哈哈 我的老皮很多 老皮就對了 好 外觀基本上好像看起來還不錯 反正沒地方可以扣錢 後面輪胎 喵一下 16年也差不多 4年了 臨界點 來行照 哦 疊盤也不行 你看馬子 是不是女的 車主 如果是女的都叫馬子 車主是不是女的 是啊 是女的 我們要尊重女性 嗯 不要把他們分階級 每個都是馬子 沒有我們要一視同仁 我們這個是對不對 對女孩子要尊重 這當季新車其實四十幾萬 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行情好不好 他那時候有手排跟自排 啊自排還有分高階低階啦 那基本上價錢不會差太多 以這個i10這個車啊 如果在你是2011年的啊 我們大概小失在估 大概會在13萬左右 那手排的咧 手排的吼 坦白說手排的有的人會扣 但是我是不會扣錢 為什麼會扣錢 有些人覺得手排的啊 這種小車啊 女生又不會開手排 我跟你說啦 車行就是這樣啦 跟你收的時候有沒有 就說啊 你這個回去手排的 你看 會開這種車的 都是媽媽女性對不對 要代步 啊你手排他們又不會開 現在哪有人在開手排車 對不對 而且你那手排車 你當時買一定更便宜啊 吼 罵他講的啊486一堆 就是要你罵他便宜一點 沒錯吧 但是他賣的時候咧 好我跟你說 這現在手排很少的 吼 你如果是要生油 生水金 你就是要塞手排的 手排在那種開車的快感感覺 有沒有 話數 我們的一視同仁 自排手排 我們都估一樣錢 那我們這個說到做到 我今天在這邊公佈了這個行情價 有ITEM要賣 就這個價錢 開來賣給人 車況好我都收 會不會來到一千多台 以後就專賣ITEM 哈哈哈哈哈哈 小隻估這麼高 大家都開來 沒有你怕的啦 你只要顧得好 車況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台好車 我覺得 觀眾朋友會這樣 哇你上次把這個DSG講那麼爛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講那麼爛 是我可能我們表達能力爛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是很好的車啊 高速公路很好開啊 加速很快啊 山路也很好開啊 爬山也很猛 只是它不適合在市區 或者是停車 為什麼他們都聽不懂 他們都覺得我一直在講它很爛 為什麼 I'm not meaning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每一台車都是好車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對的地方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要喜歡 它都是好車 所以我覺得以這台車來講 它稅金已經夠省 油也蠻省 那問題點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一些問題 變速箱會怎樣 炎林 驅租會怎樣 也沒有 大條的至少都沒有 好材要換是真的 好操控 你還只要開起來 開起來很輕鬆 再再小朋友買買菜 shopping一下 都OK 那就好啦 它就很好的車啊 你把它放在對的地方 它是不很好的車 啊你如果這車 對不對 讓泰山曬到 剛剛好 泰山很涼泡 還蠻適合的 前面再貼三條黑線這樣 要不要 三條小線 對啊 有沒有 野馬的那個塗裝 欸 搞不好泰山也很適合啊 哇 好可愛的車 下來一個大男人這樣 講話像康康 欸 你好 也不錯喔 好啦好啦 那我基本上 我會用13萬這個基準 來跟車主談一下 那我現在去看 到底是馬子還是大神 走 欸 好啦 喬好了啦 親熟女 跟我差不多年紀 基本上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子 看到我這樣 這個 內 這個算小鮮肉 哈哈哈哈 欸 你笑什麼 你看看嗎 我在某一種階級裡面 我也算小鮮肉啊 奇怪 對不對 你看看嗎 欸 我跟你講 基本上第一個 我先講我跟他買多少錢 最後我們一釘價格就13萬 因為價錢真的 坦白說 我們喔 就是遇到女孩子 我們人家要 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人家 你知道我們這是好人 是 對啊 人家有什麼需求啊 有什麼要求 我們是很難拒絕 你看我們是 Gentlemen 紳士 紳士 對 Gentlemen 所以他就覺得 他要賣這個樣子 我們就跟他買 那我覺得回來稍微 肉油的地方啊 一些耗材整理一下 大保養也是要做 我們這一邊的車 超過八萬公里 我們要賣出來 一定就是 包含這個水磅 水路 水管 皮帶 大保養做好 我們才會交出來 因為尤其賣這種車 要更注意 因為下一組都是賣 女孩子居多 女孩子對車不懂 你給他購樓很危險 沒有辦法隨機應變 所以我們盡量希望 他回去給他溫 那我預計整理起來 成本應該大約 在14萬多15萬 那來賣個18萬吧 我想 這樣會不會賺太少 管他的啦 現在疫情了 隨便賣 反正大概就這樣啦 就看我們整理多少 反正我們就最後一定加了13萬 那再來我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出來買車 你看到他資料拿出來 是牛皮紙袋 基本上有可能是二手車 好 我現在教大家怎麼判 從資料上面看 一手車二手車 好不好 看小市長知識啦 有沒有 出廠海關證明 有沒有 Hyundai Motor India Limited 這印度做的 印度你知道嗎 做神遊的那個啊 來 我現在你看喔 這個叫汽車心理排道登記書 對不對 他有蓋紅張才是正本 對不對 再來一個 你看 他這個是心靈的 自用 有沒有 他把它貼起來 這個應該是心靈的貼紙 當初他領牌的貼紙 第一任車主姓王 有沒有看到 心理排的登記書 不會換車主 除非你補發 但是呢 這一張的這個紙質是厚的 不是這種薄的 這個薄的 像A4影印紙 這個薄的 這是厚的 有沒有 棒數比較高的 這個就是 新車出來的 第一手的領牌登記書 這第一個 區別 第二個 你剛剛看到車主姓王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車主姓劉 好像至少一任王賣給劉 但是王跟劉中間又有幾任 我們還不知道 那再來 你就可以看過戶書 有沒有看到 原車主名稱王 新車主上面新車主名稱劉 那就代表 在某一天這個王的過給這個劉 那這邊有蓋印章 103年的5月13號 做這件事情 好啦 反正今天的這個 我們節目叫什麼 哈哈哈哈 你要賣多少 嘿嘿嘿 我們這個i10 2011年的 我們就是估13萬 好不好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質疑說 你們這個 都 貨車都 賣不說 我要說 依照這台紅色的標準 如果 有i10要賣 開來賣給我 我們 賺少一點 對不對 我們 整理完 賺個兩三萬 如果這個車 有大量賣給我們的話 好 我們以後就專營 地方媽媽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 訂閱留言分享 鼓勵我們都是更好的影片 拜拜 我們 還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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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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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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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